完了完了 哪一天上去下不来了 大家欣赏了精彩的Unity Mad World Good Time 艾薇 还有海夜 大家今天开心吗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看到 CC刚才跳完海夜之后 莫名的有几个男粉丝 拿着荧光棒捂着嘴在 不要讲就是你 我看到了 那C的海夜 有一种另外的感觉 也是很喜欢 大家欣赏这么多Unity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MC话题 这次的MC 有生日祝福吗 下一个 下一个 是这样 然后这个MC的话题呢就是 你的父母有没有在网上 网购过什么让你特别的震惊 然后 不要从我开始 那从思思开始 思思你不要讲你爸爸在网上 购买香音姐的生鞋 买不买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她有一次跟我说我们的生鞋还挺贵的 真的 真的 我有一次搜我淘宝 我就五块钱 是吧 五块钱一set 神龙 没有五块钱神龙 从你出道到现在的 面积 面积还是面收 面交 面交 还是网络 五块钱 还有包邮啊 你们就想的太好了 五块钱神龙 还包邮 那是真卖不出去了 我直接送人你知道吗 我觉得吧 就是 就是 卖五块钱 跟选徒的staff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 我最记得有一次 那一次 那一次我拍的老好看了 我去点的时候 哇 这次能卖个好价钱欸 然后我就觉得 超棒的 然后 结果那个生鞋一出来 哇 丑到爆 思思你还很紧张 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选徒的staff在想 思思太漂亮了 我不能让他的美颜 让太多人看见 谢谢 难怪他图顶了 而且 而且我们选徒的staff真的 喜欢选一些很神奇的图 我和丹妮上次那个多喝热水 就 拍了一个很不正经的 对 我们两个这样 笑得很像那种 关爱那种 删去儿童的那个 然后呢 但是 结果就选出来了 我觉得这张图 必须让我们去当爱心大使 而且他就是 他说 反正你就是 你就是好看的 别人都有了 我就要选一点 有特色的 这是我跟他对峙的时候 他在跟我说的 我也不敢再得罪他 因为我怕他还是更过分的 确实 因为好看的人都长一样 不好看的吧 他是独一无二的 对 但是他也不用选一张 这样的吧 就 真的挺吓人 我们回归正题 就是你爸妈有网购过什么奇怪的东西吗 就是 我爸妈有一次 我妈妈有一次 因为我妈妈很喜欢自己制作料理嘛 嗯 这我懂 他有一次在网上买了一个 就是平常只有猪才吃的那种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就是 他说这种东西 放在饭菜里面 就是有助于消化之类的 然后 就是 嗯 你妈妈肯定会骗 被骗了 你要是有助于消化 猪还能长那胖样吗 对吧 就是 看我的身材 就知道我妈妈做菜 其实挺好的 那浅浅你呢 我啊 我爸妈喜欢网购一些什么 嗯 其实我爸妈网购 应该还挺正常的 就喜欢买些茶叶啊 什么这种东西 就还比较正经 那 余正呢 我觉得 我 因为我爸爸妈妈没有 嗯 开通网络什么银行 然后每次就让我代购 我也觉得他们买的好像很正常 哦 我知道了 都是我的手机壳 哇 对对对 代购园与真周边 哈哈 这个我就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偷偷买 应该跟你妈说 可以面积 面积 面积啊 啊 可以面积啊 你这种在饭圈会被鄙视的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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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爸妈妈要去就是买我们的周边的话 肥水不留外人天啊 我们很多粉丝都在干黄牛啊 这个这个 所以 找他们就可以了 说不定还可以打折 我也好想卖我的周边 哈哈 卖给我爸爸妈妈 顺便坑一下他们 然后我的话 因为我爸爸妈妈也是 就是他们网购都只会买生活用品 就是那种插帽超市 或者插东商城 就里面买柴米油盐 然后那种 洗衣液啊 你说的是 你说的是 金冬和天猫吧 哈哈 哈哈 我也 知道这个扣钱 支插宝这个东西 每个月 每个月 支插宝 哎 你说的是支付宝吧 支插宝 听起来好像盗版哦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好死不死的 非得有个转账功能 你说这每个月5号 你妈都会找你 哎 你在干嘛 你 这这这 这这这 每个月5号 不管那个5号是星期 星期几 她都要给我打一通电话 对 宁儿你在干什么 平时打电话都是 胖胖最近过得好吗 只有5号那天 哎 你过得还好吗 哈哈 哈哈哈 对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发工资了吗 哈哈哈 嗯 然后 嗯 大家欣赏这个MC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听下一首歌曲了 嗯 下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换 好的 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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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